蔬食是癌症的克星之一 营业者黄丽湘有切身之痛 经营的蔬食拉面馆 推广生鲜素食 使用的食材多为新鲜的蔬菜 菇类等 要让顾客在外也能吃得健康 我先生在我跟他结婚 大概七八年吧的时候 然后得了肺腺癌 那那个我先生本身 他比较喜欢就是比较肉血性的人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尽量就吃蔬菜类的食物 所以我在棚条上就是 少油少盐少肉 然后结果我先生五年多以后 他还是过世往生 可是很多人都说 他肺腺癌第四期居然还可以活五年多 我自己个人觉得 我是觉得说在饮食上 真的还是轻食是真的很重要的 丈夫几年前因癌症病逝 黄丽湘许独自抚养才十多岁的女儿 在今年七月 开张属于自己的店面 除希望顾及母女两人的生计 他也推广生线素食 希望大家能远离癌症等病痛 我先生往生以后 我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女孩 那我就是必须把她抚养长大 那我原来是在学校代课 那代课的薪水就不多 而且寒暑假就没有薪水 那我跟她的生活就会有一些问题 那我就觉得蔬食这一块其实是很好 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个健康的饮食 那一方面我也是想说推广这个 那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我自己这样子做 我自己也心安理得 我不用买那些来路不明的油啊 或者是再制品啊来给客人吃 起码我煮的食物是生鲜的 玉湖瑞芳也特别到场品尝 要向观众推荐这项主持人健康面食 在第三个菜根香素食拉面馆 老板娘也是和蔼可亲 做了一首很好的面食 非常的清淡 白有负担吃的 我们的面又很Q 蔬食面的汤头 都没馋的一些味素 是很天然的像昆布啦 矮袋啦 蔬菜去熬成做汤 这个面呢 吃的对我们身体 非常健康 绝对不会有负担的 希望相信人能得到来家使用 是安风暴不断的今日 令不少外食主义者都相当担忧 议长和顺丰也判更多现内业者 在食材及烹调方式做调整 让民众能够食得安心 明顺雄心仪竹山采访报道